在TVBS信望爱永续基金会和基督教交流协会合作之下 举办爱与关怀公益参会 感谢一整年辛勤付出的社福人员还有受住者 也把温暖送到了全台湾各地 县长徐正蔚协同的立委夫婚旗特别到场支持响应 也感谢基金会和各个教会长期送暖关怀弱势家庭 七首爱无限今年曼陆第五届 在TVBS信望爱永续基金会与基督教交流协会合作之下 举办爱与关怀公益参会 感谢一整年辛勤付出的社福人以及受住者 并将温暖送往全台各地 现在许正蔚协同的立委夫婚企业到场支持响应 感谢基金会与各教会长期送暖关怀弱势家庭 让温暖满人间 我们真的感受得到我们的温暖和爱 感受到我们的幸福对不对 我们要再次感谢 无论是爱无限我们TVBS的成文旗董事长 或者是花莲县所有的教会 我们所有牧师 所有牧者 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更谢谢所有的社团 能够在村里聚落还有部落 能够散播温暖 当然我们的爱无限 我们因为付出而上主给我们非常远远 远远不断的热情 一直往外出出去 林族西所爱无限的推动 花莲众教会与牧者纷纷感恩 不只能够走进社区关怀弱势家庭 更能够将耶稣的爱分享出去 带给人更多的祝福 去年总共服一百户家庭 作为据典发放礼券 也结合教会的关怀工作 让长辈以及弱势家庭 能够亲近教会 得到信仰生命转化的机会 并透过教育对爱无限的捐献 落实私比受更有福气的实践 记得教议花莲伯道